这边一个小鱼 啊 啊 啊 终于这个 身上水下底球 球都不会掉 现在呢 两个球 巧克力非常的厉害呢 他平哪儿啊 啊 最上一个 还有一个呢 他在看见 哦 巧克力好厉害哦 三分五七啊 将我们两门夹球 我们的弟弟 不仅是为我们的领导 还是一位 冠篮高手啊 不信啊 大家看 小心了 比如说 这个篮板啊 太矮了 不符合我的高手工的 现在的篮板 是最前的两倍的 而这一回弟弟 能不能够射这个把球 投进篮球吗 弟弟 加油 加油 现在三 二 一 可以考虑 好厉害 好厉害 怎么会说啊 同轮我不会 我给大家 跳个舞吧 首先是 踢踏舞 撒一点 继续 哈哈哈哈 你看看 第五大章 哈哈哈哈 最后 当你唱一首 打的 我们第一个小权 也逼了这个冰箭啊 她说 我是个特别女 我当然给大家 才来做非常优雅 又好看的 巴黎舞呢 哇 这少年是有多有样的呢 哎 少许说啊 跳舞下俩都会 但是我还会中夺工作 好重吧 大家看 哇 好帅啊 他们俩都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会一直有机会 怎么办呢 来场篡球比赛匹配一下吧 这还是 也会打开球 怎么打 就哪打呀 哇 还真的可以呢 首先呢 是我们的弟弟小们的投球 我们的弟弟啊 身材非常的小小 但是技术可是非常少熟练的 第一回合 是我们的弟弟获胜了 那第二回合 小费才要加油了 而我们的小费啊 身材高大威武 本场就有优势了 那第二回合 到底谁胜谁胜呢 不是 小费好小费啊 我才是投球的呢 哎 加油 才是给你赛匹这么熟练啊 如何笑了 哎 哎